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南的台湾文学馆 中研院这次特别开发了AR扩增实境 让各位朋友了解中研院的样貌 以及研究员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 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前往体验 整个体验的时间开放到下午5点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 廖骏治廖院长与两位中央研究院人气研究员 李永诚老师 黄文华老师 来与各位朋友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首先我们有请廖院长上台致辞 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廖院长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同学 非常欢迎也事实上也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澎大雨之后 第一天能够来参加我们中央医院的科普演讲 刚才思宜也介绍了 这科普演讲是我们中央医院成立90周年以来 第一次在院外举行的一个科普演讲 今年也是我们为了要庆祝90周年庆 特别把科普演讲带到全国各地 第一场我们特别选在台南 当然我有点私心 因为台南是我的故乡 虽然从来没有在这边住过 但是 我还记得小时候常在孔庙的附近玩 应该在附近 所以很高兴今天来到台南 今天我们的两个主题 事实上都是非常有意义 刚才这个事实也说是我们两位人气研究员 他们介绍两个主题 都是去年诺贝尔奖的主题 第一个是由李友诚老师来介绍 石黑英雄的生平事迹 跟他的创作理念等等 我在这边先介绍一下李友诚老师 李友诚老师在众议院服务的四十多年 从1977年 他当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在众议院做助理 一直到最近去年 搞不好今年初吧 才退休 他一直在欧美所服务 李友诚老师曾经担任过我们秘书组的主任 也担任过李前院长的特别助理 所以在我们院里面是一个中间人物 后来他也担任了欧美所的所长 更巧合的是 我现代的秘书 当初也是李老师的秘书 从我秘书的口中 我也听到很多李老师的故事 比如说李老师小时候是在马来西亚长大 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 吃饭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配 只能吃龙虾 这我们非常的同情 那李老师呢 大学是在台湾念的 是师大英语系毕业 然后进入台大外文系 共读了硕士跟博士 陈如我刚才讲过 从1977年 他在念硕士的时候 就开始在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助理 拿到博士之后 他有好几次机会出国进修 在美国的杜克大学 宾州大学 纽约大学 及英国的伦敦大学 都有短期进修的机会 他的研究领域呢 主要是亚裔跟非裔的欧美文学 主要是研究移民文学家 在当地如何创作 他也同时在退休前几年 开始投入英国文学 他的著作 也是非常受人重视 也屡次得到国科会 及现在的科技部的杰出奖 今天他所讲到的主题是 十黑一雄 是与十黑一雄喝下午茶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title 是几年前 有一次他去英国访问的时候 那时候十黑一雄 还没有拿诺贝尔奖 他真的跟十黑一雄 喝了一次下午茶 所以我们很高兴 能够请到李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他这一段的经验 同时也借由十黑一雄 跟我们一起讨论 这个移民作家 一个亚裔的作家 在英国的成功成长的故事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 欢迎李友诚老师 记忆一直是石灰一雄先生的作品中 挥不去的执念 而李永诚老师与石黑一雄先生 就如同刚刚院长介绍的 有一段很有趣的下午茶体验 现在就请友诚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段特殊的缘分 我们再一次的掌声 欢迎柳诚老师 谢谢 谢谢 院长的介绍 真的不好意思 院长这么一大早就从台北搭车来台南 可见了院长对整个院里 对今天的活动非常非常重视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 谢谢大家 在这个风雨刚过 最后一大早来跑到台南的台湾文学馆 来参加今天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办的 在外县市办的科部演讲 非常谢谢大家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我就不客气 就不讲一些太客套的话 那我就直接讲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主要是 刚刚廖外长已经介绍了 今天我主要讲 当然不是不能够 因为这是科普 不能够讲 怎么样子 非常 学术性的 太过学术性的 那个是在学术会议上报告 可能比较适合一点 所以今天我大致上 照廖院长刚刚讲的 稍微介绍这个 《四黑一雄》的生平 然后呢 重点放在我跟他喝下午茶这一段 我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重点谈什么 因为我跟他喝下午茶 就谈了两个半小时 所以内容很多 所以今天大概只 拿出一小部分 跟他的小说的议题比较有相关 来跟大家谈一谈 我其实一直 其实有这么一个稿 就是访谈稿 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它修改出来发表 因为我一直想把它写成一个散文 几千字的散文 把它的很多想法写到散文里面 所以拖拖拖到很多年 他都已经拿到诺贝尔奖了 如果我现在赶个风潮来写 写这个就有点 好像是有点盘附这样 所以我可能最近也不要写 再过一些时候再来写这段故事 大家都知道《四黑一雄》是去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有人问我 常常就是他拿到奖的时候 就有不少的记者问我说 他为什么要拿奖 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拿奖 第一当然是 他的作品是非常精彩 我很早就觉得读过他的 所有的作品 我上课也用过他的小说 就觉得这个人是有那种潜力 可以拿到诺贝尔奖 只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拿诺贝尔奖 因为他只写了八本小说 跟很多诺贝尔奖得主来比的话 不算太多 但他几乎每一部 这个出版都非常精彩 都受到很大很大的重视 所以我是觉得他迟早会拿到 只是说没有想到这么快 不过一想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也差不多 不过过去几年很多诺贝尔奖得主 都已经七八十岁 或者有些拿了没过几年就过世了 常常是这样 跟有一些科学的比较不太一样 所以要熬得很久 那另一个原因 这几年大家都传说 这个春上春树 要拿到诺贝尔奖的日本人 春上春树的小说 我们另外 我有另外的看法 他不是那么严肃 所以跟我们想象中 诺贝尔文学讲的那种严肃 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他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所以一直穿梭 所以他选一个日本的后裔 死黑英雄 也算是对大家期望的一个答复 这可能也是个原因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 从欧洲到美国 反移民的热潮 从Donald Trump到欧陆 反移民 右派的政治势力 对移民的热潮 是非常旁败的 在过去几年里面 所以诺贝尔奖有时候 特别是文学讲 有他的政治性 他特别选一个移民作家 英国跟《时代一雄齐名》的作家 同样写得很好的 还有好几个 还有好几个 白人的 特别是白人的 好几个 他为什么特别选一个死黑英雄 我觉得是要挑出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挑出说明移民对一个国家的贡献 移民对某一个社会的贡献 所以选出一个亚洲面孔来 特别是非常亚洲的面孔 他还不是印度裔或者巴基斯坦裔 这些巴基斯坦裔印度裔 这些还曾经被英国殖民的后裔 但是死黑英雄是完全是一个 不一样的面孔 所以这也说明了移民作家 移民对一个社会的很大的贡献 在台湾也是这样 很多 我常常说我们的高铁 我们的捷运盖不起来 如果没有一些歪劳来帮忙的话 是盖不起来的 好 这是一个前提 这谁一种 这个是拿到那位奖的时候 可能记者要去拍他 这是 不是他家里的院子 可能就是一个 家里附近一个公园 我看那个桌子 这个长椅子 就是英国典型的公园里面的长凳子 老老旧旧的 就是这样 这是他的八本的著作 大部分七本都是长篇小说 但是这个短片呢 合起来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长篇来读 那么下面这个是我们现在台湾可以看到的 全部小说的翻译啊 他的小说的翻译 最近尤其是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呢 过去没有翻译的两三本呢 也最近把它翻得出来 所以大家能够看英文 当然去看英文不能看 这个译本都译得还不错的 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么这个是《死黑一雄》的 他现在已经写作了三四十年 他已经是成名作家 他的研究非常多 在西方 这种对个别作家 个别时代的作家的研究 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 一个学术产业 这是一部分 这也是另外一部分 一部分 那最右边 最右边的这个 这个没有 最右边这个 是我指导的一个学生 台湾师范大学的一个博士 写的博士论文修改以后 在英国出版的最后一本 可见他 我们台湾的这个 他们的研究 还是有相当的程度 那下面一本 是其中的一本 最右的下面那一本 是日本的一个学者写的 日本已经也出现了好几本 这是作者送给我的一本书 那我稍微简列介绍 石黑一雄的家世 他的主夫呢 是丰田汽车在 派在上海的一个代表 那父亲在1920年 出生在上海 战前呢就回到日本去 石黑一雄是1954年 生在长崎 那地方 所以现在已经有64岁吧 64岁了 所以说年轻也不年轻了 他就他的年龄 以及他写作的时间来看 他的著作不能算多 一个作家写了大概四十年有了 三十几年 不能算多 大概平均五年这样子 这个是他们英国职业作家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这个三五年会出一本书 他是专业作家 出版第一本书以后就专业作家 他最早是想做写歌作曲的 所以他早年的照片 你看他长头发 比我的头发还长 拿着吉他 是想当作曲家 流行歌曲 还有演唱的 那后来写了第一本书 第一本书就让他红起来 后来就开始写作 就变成一个专业作家 那他大概五岁六岁的时候呢 就移民到英国去 就是1960年的寺院 这是他在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 他的讲词 就是诺贝尔奖颁奖的前夕 通常就是文学奖的得主要发表一个演讲 这是特别的 别的领域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文学奖是有特别安排一个 场面很大的一个演讲 所以在领奖的前夕 他发表这么一个演讲 然后他提到他的生平 1960年4月呢 五岁的我跟随着我的父母亲 跟姐姐来到英国 他父亲呢 本来就是被英国聘去 要当一个 他是个海洋科学家 海洋生物学家 他聘了他父亲过去 原来是想待一两年 但是就后来他父亲在那个 Universe of Surrey 在英国伦敦隔壁 在西部隔壁大概30公里 30英里的那个地方 一个郡 找到教职 然后就留了下来 所以他的整个生命 就因此改变了 他说 五岁的时候 跟着我的父母 跟姐姐来到英国 住在Surrey的Gilford Gilford 是Surrey的首府 比较热闹的一个地方 这是位在伦敦南方 30英里富裕的一个 一个Broker Belt 就是那地方 很多人都是做金融乐的 在伦敦东区 那个City 那个地方做金融乐的 父亲是一位海洋科学家 受雇英国政府 他日后发明的机器呢 就放在这个伦敦的科学博物馆 我才想 这个这是翻译的 应该是这个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自然科学博物馆 自然科学博物馆 就在那个Victorian Albert Museum隔壁 是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 进去你就看到 像很多自然科学博物馆 进去就会看到恐龙 小孩子很多 很多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他父亲发明的机器 就放在那个地方 我稍微介绍他的童年 跟大家介绍他的童年 有他的意义的 他说 我们所有的邻居都上教会 我今天讲 主要让石黑英雄自己讲话 那我从他的话里面做一些诠释 还是由他自己发言 比较适当一点 我们所有的邻居都上教会 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琐事 我注意到他们会做饭 饭前祷告 所以一看你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他跟很多移民的作家不太一样 英国当代有很多很精彩的移民作家 我常常说 如果英国当代的文学 把这一批移民作家 像萨曼、鲁西迪、鲁西迪、鲁西迪 还有好些 如果把这些人都拿掉 当代的英国文学创作 可能要失色很多 要失色很多 所以这个移民作家 有时候第一代、第二代的 甚至到一定第三代的 对英国当代的英国文学创作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贡献 所以他说他成长的环境是这样的 我参加主日学 不久就上了唱诗班 这个很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生活 十岁时我成了在Gilford 第一个日本唱诗班的班长 我就读的是当地的小学 我是唯一的非英国的小学 非英国人的小学 很可能也是那所学校史上唯一的一个孩子 唯一的一个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 我大火车 就读林郑的文法学校 每天早上我和穿着条纹西装跟圆顶 硬礼帽 到伦敦的办公室上班的男士们 挤在同样的车厢 这是很典型的 这个伦敦人的生活 很多住在郊区 在市区上班 开车的并不太多 开车因为停车很难 然后伦敦是老都市 它的路非常窄 非常窄 所以非常 这个不是很好走 而且你经过市区的话 经过市中心的话 要罚钱的 就是说你必须要缴费 缴费它会扣你的钱之类的 所以是负担上 很多人去打地铁 那地铁当然不像我们高雄 或者是台北的地铁这么舒服 因为在19世纪就已经盖了 那个规模非常不一样的 那种地铁 所以不是很舒服 可是这些人就穿着很体面的就上班去 他就挤着 跟这些人挤着上班 这里看到有一个文法学校 这个文法学校 Grammar School在英国 是个中学 它不是只教文法 不要 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其实 只是字面上的翻译 但你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其实文法学校 就在台湾大概算是一种 重点的中学吧 像建宗吧 台南一中 高雄一中 这一类 北印尼这一类重点的 是一种 要培养学生上大学的那种中学 还有一种叫做 Secondary Modern School 这种就比较属于 一点 技职方面 技职 不太鼓励你去上大学 当然你 会上一些 所以文化學基本上是一種要培養學生將來變成一個精英分子的上大學的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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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生長的環境跟我剛才提到的一般的移民的不太一樣 他們很多那些移民很多住在自己的社群裡面 比如孟加拉人跟孟加蘭住在一起 加勒比海人跟加勒比海人住在一起 倫敦是在某一個方面種族無形的隔離居住的環境 是相當清楚的地方 你在倫敦住久你就知道什麼地方你可以看到某種人種之類的 這非常非常清楚比如在東區 東區的時候大概孟加拉人最多 所以你要去看孟加拉或者印度南亞印度的電影 買印度的日常用品或者是DVD什麼 就到那個地方去絕對很容易找得到的 那到北部呢可能很 還有南部可能就是加勒比海的人比較多一點 北部某區是以猶太人比較多一點 西區呢拜登是比較多一點 這是已經地停的 好他五歲的時候從長期來到英國每年都計劃回 當時開始的時候是想要回去的 沒有想要久留在英國的 所以我們並沒有真正想要移民 我們是訪客 我總是被教導要尊重當地人的文化 但是因為他沒有想要移民 所以他也沒有特別要去融入到英國的社會裡面去 我跟他談的時候就談到這個 他談到這一部分 因為我也很熟悉其他的移民的作家 他就說他雖然後來也是變成移民 可是他生長的環境 他基本上是跟英國孩子 白種人孩子一起長大的 所以他跟一般的那些移民作家的經驗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某個程度來講 他不算是一個ethnic writer 他是一個很典型的英國作家 因為這個小學就上英國學校 他最流利的語文是英文 他會講日文在家裡跟父母親講 但是沒有辦法看也沒有辦法寫 所以他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跟其他移民作家是不太一樣的 那後來他畢業後 然後他就到英國東部的 離開倫敦不太遠的 Kent這個郡 肯特 到University of Kent 肯特大學去讀大學 讀完了以後他又到更東部 英國東部 靠近北海 那個North Sea那個地方的一個 Norf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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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詞 他說在中文在內 他做了更多的 他很多事 他們都以為了 一本の作家 他在中文之中 每一個大學 都可以理解 但是他會沒有 有一個創作班 創作的碩士班 你要畢業的時候你要教小說 要教詩 幾篇詩或者之類的 才能夠拿到一個碩士學位 這是一個創作班 創作的碩士課程 所以他去參加的那個 他去讀那個學校後來 他去參加那個學校 就在 因為那個Universal East Anglia 就在一個古城 中古時候的一個小城叫Norwich Norwich這樣的城市 上千年的一個古城 羅馬時代的城牆還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在那個地方待過兩三次 有時候待了一兩個月就住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到過Universal East Anglia去做研究 那個地方非常精彩 在60年代以後蓋了一個新的大學 但是做著非常有特色 有某些他的藝術 他的寫作 他的翻譯方面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就到那邊去讀書 然後在一個小鄉下住 在那個小鄉下住的時候 那鄉下他的房東是一個 剛剛離婚的一個年輕人 很傷心 剛好一個房間空出來 他就住在那個地方 就在那個地方 他開始寫他第一本小說 大家看一看 他說大開在我待在那個小房間 就是那個小鄉下 你知道英國的鄉下是很有趣的 不像我們台灣的鄉下經常有變化 英國的鄉下有時候500年沒有什麼改變的 他沒有增加什麼房子 他可能就是有電視 也現在有網路 都如此類的 可能就有一家餐廳 但是一定有一個郵局 然後一個紀念碑 有一個教堂 就幾百年來就是那個樣子 在建橋附近比如說伊犁那個地方 真的是500年來沒什麼改變 你看不到什麼新的房子 甚至在靠近Oxford 牛津的一個Costwood那個地方 很大的好多鄉下的那個 沒有什麼新房子 就是老房子不斷的 有些住了幾百年的一代一代 有些是舊房子賣的 有新的人去住 但是不會蓋什麼新房子 所以他去了那個鄉下 可能就住了幾十個人而已 幾十個人 我為什麼知道這個地方 我到那個學校做研究的時候 好像週末的時候 我就搭那個車 那個公車 那公車就花幾磅吧 五磅六磅這樣子 你就可以一路上上下下 那個公車 我就一個鄉下一個鄉下這麼走 就是在那一帶走很多 所以有個鄉下 你可以帶個一兩個小時走走走走 然後那公車來 你又上車 然後又到另一個鄉下去 然後到北海 我最喜歡北海到北海去看 北海旁邊有很多那個風車 不是荷蘭那種風車 現在就發電的那個風車很多 在蓋在北海 不是在岸邊 而是在海裡面非常多 所以常常看到這個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地方 沒有太多改變 因為這個Norfolk 在那一帶呢 在二戰的時候是有很 因為它算是英國的龍躍區 就像我們加南平原這樣子 是個龍躍區 因為它平原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這二戰的時候 很多飛機場 為什麼呢 它要去炸因德國比較近 它要去 飛機要起飛到去炸因德國比較近 所以在二戰的時候 這些地方是照樣的 德國不斷的來炸這個地方 那戰後這個機場都 差不多很多都沒了 或者剩下少部分就變成一個 國內的機場之類的 所以它到了這麼一個鄉下去 開始寫作 大概在我待在那個小房間的 第三或第四個星期的一個夜晚 我發現自己帶著 心而迫切的強度寫了起來 內容是關於日本 關於我的出生地長期在二次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節 這就是它的第一本小說 The Pale Views of Hills 就是這個叫什麼 中文叫什麼 就是 我看看 群山淡景 群山淡景 他寫他日本的經驗 他離開的經驗 我問他 為什麼你第一本就寫日本 他說很簡單 他很小就離開日本 他說他對日本的記憶 慢慢慢慢慢慢在消失了 他很害怕 所以他在長大的過程中 不斷地看日本的電影 看日本的漫畫 看日本的畫冊 然後看跟父母親談日本的情形 就是要抓住那麼一點點 童年的對日本的記憶 特別是長期 Nagasaki那個地方的記憶 所以他第一本書就很迫切地就 把他的對長期的記憶寫下來 然後他背景其實是 那就是 第一本書的長 這個 群山淡景的 這個故事其實是講 已經是戰後的 可以說是大概50年代初 因為這裡面出現了很多美軍之類的 那這美軍可能 並不是說他佔領的美軍 是這樣子的一個事 他講的幾個人 那麼一個太太後來 在那邊 後來跟先生 不曉得先生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離婚還是先生死了 他嫁到英國去 其實整個小說是 這個太太 日本太太在英國一個鄉下回憶 他在日本最後那幾年 就戰後那幾年的發生的事情 他當然經過二次大戰 所以裡面的角色 他提到的很多角色 有一個特徵 就是說 過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過去的事情提起來也沒有用了 就是拒絕去回憶戰爭那一幕 拒絕去把戰爭都經過 那種是trauma 一個traumatic experience 一種創傷 他們盡量不要去提起 所以在小說裡 不斷地提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 問他為什麼會以日本為背景 他說 主要就是他 日本的記憶慢慢慢慢消失 他要把它抓住 他第二本小說也是 以戰後的日本為背景 就是服飾畫家 也是以戰後為背景 裡面的角色也是一樣 拒絕的回憶 因為那個記憶太痛苦了 都是寫戰爭時候他們經歷的 那是大人經歷的那些回憶 他們不願意再提起 就有點逃避 這樣子 所以我就問他 就說 因為我讀過他的大部分小說 那個時候 就覺得記憶對他是非常重要 他也承認記憶跟歷史 對他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的小說 基本上是在處理記憶跟歷史跟過去 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他第一第二本小說 都以日本為背景 所以就引起了很多紛爭 當時英國批評家 學者就說 甚至把他當作日本作家 可是日本作家 就不認為他是日本的批評家 就不認為他像日本作家 因為他寫的不太像日本 因為現在當時日本已經做了很大的改變 很多人就不認為他是日本作家 他當然不認為自己是日本作家 他當然認為自己是一個 道道弟弟的英國作家 他只不過是日本裔 因為他從小就在英國長大 受了教育 他的語文掌握得最好的是英文 所以他第三本小說 就特別以英國貴族的背景來寫 這樣的一本小說 也是以二次大戰作為一個題材 作為一個背景來寫他第三本小說 那我也問他 為什麼他第三本小說突然間跳到英國 而且是英國的貴族 一般人是那種社會那種世界 一般人是進不去的 他說他當然看很多書 然後他曾經擔任過英國英女王的母親的 不是很親近 就是他在打獵的時候 或者打球的時候 他幫忙撿這個撿那個的一個人 所以他多少有一點接觸到英國貴族階級的生活 然後他看很多書 我說我問他 我說你是不是要證明你是一個英國作家 你不是只能寫日本 他說可能吧 你講的也可能有道理 我就是要寫一個道道地地的別的英國人 不太容易寫的小說 就寫英國貴族 所以來證明自己是一個 一個道地的英國小說家 所以他不管一二三本其實都是在處理記憶的問題 而且跟大戰 二戰有相關 因為第三本小說那個講到二戰的時候 希特勒 納粹 英國還有 當時很多人是對納粹是有一些寄望的 甚至有點幻想的 英國貴族裡面是有這樣的一個人 當然後來這個幻想當中都幻滅了 希特勒不是他們想像的那個樣子 好 大概我把他的生平 他的背景最早的幾份小說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就特別注意到記憶是他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那下面我就談談我跟他見面的情形 那是2004年已經十幾年前了 那時候在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 跟中央研究院有一個合作計劃 當時有簽一個合作計劃 當時我還陪李前院長到英國去簽了這樣一個計劃 就說雙方可以接受對方的學者來 英國也有學者到中央研究院來做研究 特別是研究這個中國歷史的 在晉石所 史伊所這些地方 因為我們有很多檔案是 大陸看不到的 只有台灣有 在世界上只有台灣 只有中央研究院有 所以他們要來看檔案 還有我們有很多第一流的歷史學家 所以有很多英國的歷史學家研究漢學的 研究中國歷史的 都到中央研究院 那我們也有一些人類學家 還有做文學的 我們就到英國去 跟學校研究院 然後我們對中國歷史學家研究院 他們有很多的地方 所以他們跟他們一起過去 就要做文學的學家 在那些學校 所以他們是在大陸看 然後他們會來 所以我們要去做文學的學校 去待了大概一个半月 还是两个月 一个半月吧 雅飞学院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学校 是伦敦大学的一部分 就在Bloomsbury那个地 大英博物馆的后面 那我就是主要就研究学院 因为它那边有文学系 有中国文学系 日本文学系 还有法律系之类的 都蛮精彩的 非洲研究这类 都非常精彩的 有历史 这种殖民地时代就有了 很多年的一个学校 我就到那边做研究的时候 有一天这个 这个英国学术院的秘书 就问我 他说李教授你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吗 有什么人你想见吗 我想这个 要见人的话我就有兴趣了 我就说我要见死黑医兄 你能不能来安排 他说好 我来联络看看 过了几天一个中午 我出国饭的时候 在我住的招待所里面 就接到一个电话 这死黑医兄打电话给我 我吓了一跳 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大作家 打电话给我 我再问他 他说他是死黑医兄 他说听说你想跟我见面谈谈 我说是啊 你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他说可以 他安排时间 大概过两三天之后吧 他就安排 要我到一个敦敦市区 比克地利Street那个地方 就非常热闹的一个街 一个老的茶馆 喝下午茶 我当然再忙也要去 所以就那天就去了 我还早到 我怕迟到的不太好 就在旁边的商场走 我走到然后 时间到就到 到那个茶馆门口 刚好看他走过来 他不认得我啦 但是我认得他 因为他的照片在书上 报纸上经常会出现 喝完 我们就进去 他说他很忙 我说我们不会谈很久 不过谈很久 已经谈了两个半小时 快三个小时 后来 他说他肚子很饿 因为他那时候 有一本新书要出来 就是Never Let Me Go 那本别让我走 拍成电影了 拍成电影 那是讲那个复制人 Clones那种复制人的故事 他正在推销那本书 那本书还没有出来 但是英国 他是专业作家 他有经纪人 出版商 经纪人的出版商 都有义务或者有责任 是要帮忙推销 promote 就是要打输 在台湾没说 就是打输 所以经常会出席 或者是在哪个场合 跟男者见面 书还没有出来 但是这个就要做 要在英国 出出来以后 他可能要到欧洲 到美国去 到处跑的 因为他们是专业作家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他就靠这个过日子 然后经纪人也是靠这个赚钱 出版商也靠赚钱 因为他的书出来不是只卖英国版 美国版 就卖到全世界 英文本就卖到澳洲 纽西兰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加拿大 美国 通常有美国版 另外一个版本 那么还会翻译到 通常二三十种语言 是很正常的 欧洲的语言 亚洲的 其他国家的语言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就专业作家 是非常忙碌的 非常忙碌 不是我们这种 是打游击的这种业余作家 可以想象的 所以他刚刚去接受记者 但是书还没有出来 就他就叫了下午茶 就是我们在台湾 喝了英国四家午茶 所以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 可是那个地方 那个老茶馆讲话 录音比较差一点 我是有录音 录音起来 后来也transcribe 也把它录制 但是有一些地方 听不太清楚 但是重要的还是听得到的 聊得非常多 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 非常conversational的一个人 很能够聊很亲切 也不会说他有价值 特别看到一个亚洲人 对他的作品有兴趣 聊得非常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两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四十分左右 非常精彩的经验 但是那时候我没想到他这么快 就会拿到诺贝尔奖 现在要找他访谈 大概很难了 很难了 一定是要经过他的经纪人 什么之类的 不是这么容易的 好 就在这个茶馆 这个老茶馆 红色的茶馆 在Piccadilly Street 他写对面就British Academy of Art 是英国艺术美术馆 非常大的美术馆 这在2004年9月4号 就我要回来的前几天 这个茶馆 这是我帮他拍的 这种年轻 不是跟第一章不太一样的 这是一个茶馆的 这是一个茶馆的 这个跑堂帮我拍的 就是有图为证 我不是在这边胡说骗人的 就是有图为证 但是我还年轻 头发白 但是没有这么白 十几年前 十四年前 很快 所以我下面就 简单的就是录下 几折我跟他谈话 就都是他讲的 我问的我就不问 不列出来 这个是他回答 他当然用英文 用英文谈 我把他 把他 前几天我把他 翻成中文简单的翻一下 他讲 我对人们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事 发生什么事 很感到兴趣 这是他的前面几本小说 处理这个 就是说 对人们在回忆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感到兴趣 他们发现个人的作为 被自己无法掌控的事件所影响 六十七套 当然我们很容易就想到 战争 路 有多伟大的规划 多美丽的梦想 战争以来 全都毁了 全都毁了 你的一生 你只要牵扯到战争 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 你被整个历史的洪流推着走 你必须逃难 你必须投入战争里面 或者战争会带给你的家庭 怎么样的一个变故之类的 所以他讲的就是这样的 人的命运在这样一个大时代 大的事件里面是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 我想大家没有经历过这个 但是不妨可以想象得到 因此我对那些态度诚恳 想在自己一生中做些好事的人 极感兴趣 有些人其实是想做些好事情 是很善良的人 可是战争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杀人 或者是你必须要投入到 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很多日本人其实很善良 可是必须听政府的话 加入这个军国主义到别的国家去杀人 一样的没办法的事情 可是在他们的生命中了时 到晚年的时候 他们认真思考某些事情 他们其实认为自己做了些邪恶的事 或者从某个角度来看 像我这样具有日本背景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有些别扭的 有点不自然的 我生于1954年 大约在战后十年之后 对差不多 不过战争距离我并不太远 十年还不太远 像我出生的时候 我出生在1948年 其实距离战争不太远 在廖院长说 我们住在乡下 战争1945年结束嘛 就是太平洋战争 这个日本占领马来半岛 新加坡三年八个月那时候 他不想占领台湾半个世纪 他还做了一些建设 三年八个月 他已经打到没有办法打了 打大陆 中国 韩国 那个又去打美国 他已经没有能力了 所以到太平洋战争时 占领新加坡 马来亚的 就是烧杀 掳掠 一点建设 你到那边看不到 一栋日本人盖的房子 到新马去 看不到 英国人会留下一些殖民地的建筑 他没有 不像在台湾 因为他占领了50年嘛 所以他会盖台大医院 台湾大学 甚至这栋房子 有时间去做建设 可能要长期要留下来 这三年八个月 就是在太平洋战争 完全没有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1948年出生的时候 等于是战后 这个百废待举 所以廖院长说 就是住在渔村乡下 大家一样穷 一穷二百 就渔村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别的 就鱼虾嘛 新鲜的海鲜嘛 就绝对 所以我童年少年时代 是吃海鲜长大的 到现在还是喜欢吃海鲜 不太吃肉 因为那时候吃肉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所以吃海鲜就很亲切 很容易 而且都不用去补 到海边吊一吊就有了 那个时候 补完吃蚝蛙 蚝蛙 就在海边的原石那边 敲一敲 新鲜的蚝蛙 都从来不买 我没看过妈妈去买过蚝蛙的 从来没有的 虾也是 鱼虾也是 有些自己没有的话 邻居会送之类的 所以很少花钱去买这些食物 就一个community 一个社群 乡下人 我相信台湾的乡下 就是不认识 所以我们住在乡下 是不敢做坏的小孩子 你做什么事情 马上你父母亲就知道 因为邻居会报告 跟你父亲 孩子现在又做什么 所以真的是 很有趣的一个俱乐 我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 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 像乡下人 有时候到大的场面 还是手足无措的 他讲就是这样 战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那时候 百废待聚 这个整个长期广岛 大家去过广岛长期 去看那个遗迹还在 很多遗迹还在 不过战争距离也并不太远 那是我父母亲的时代 我经常以身为具有日本背景 却在日本之外成长的人的身份 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假如我年长一个时代 就跟他父亲同一个时代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怎么做呢 是跟他父亲的父母亲那个时代一样 也投入那个战争里面 军国主义里面 我会不会陷入那样的军国主义之中 所以这是他不断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整个历史的洪流里面 我人怎么自处 人怎么样抗拒 或者顺着这个潮流走 还是怎么样 我们的命运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的小说 这个scope非常大 讲的是人类很大的这种命运 这是读他小说 这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让你思考很大的人生的问题 这是他讲他的小说 对平凡人物比较有兴趣 我对政治人物兴趣确切 我的兴趣在相对平凡的人物 像群山淡井中的教师 我无疑了解某个时代那些 大政客之类的 我想观察英国的某些人物 像长日江境中的那位管家 这是英国的很特别的文化 就是贵族家庭里面有那种管家 Bartler专门管家 下面可能会管一些佣人之类的 管园丁 管厨房 打扫之类的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 那个管家 如果看过那个电影 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那个角色 他身陷于某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这就是纳粹的心情 他在工作的那个环境里面 经常那些贵族在讨论的 这些事件 所以甚至那个贵族问他 这个是什么意见 但是他严所本身 他不知道的这些事件 所以他心里是有助的 他后来对此 甚感遗憾 我对大历史如何愚弄人们最感性 这是很大的人类的一个题目 历史怎么愚弄人类 好 讲到日本的战后的态度 依我的看法 如果你看日本处理二战纪 这都是他自己讲的话 如果你看日本处理二战纪的态度 跟德国的态度 我想这其中的差别很大 而这不只是简单的选择问题 我想导致一个国家 记住这个或者忘记住那个 这机制是相当复杂的 就日本而言 我想当时日本所有的力量 整个社会就有这么一个风气 使到你可能没有办法 做很独立的思考 就跟着潮流走 就军国主义兴起了 要去侵犯别的国家 他不会说侵犯 他说是一种爱国主义 是一个爱国主义 然后是要解放亚洲 大东亚共荣圈 当然因为那时候亚洲 还是被很多西方国家 很多西方国家 被西方国家占领殖民 所以日本打这个口号 要结合亚洲 要形成大东亚共同圈 这样的一个口号 所以吸引了很多国民 也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当时日本的所有的力量 无不鼓励日本忘记过去 埋葬过去整个就是战后 整个议程就是要忘记掉令人不快的事情 日本其实很惨 当时整个东京已经快炸的没有了 我们只想到长崎广岛 其实整个东京快炸的快没有了 东京简单的说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都市 整个流球也是 流球死了 流球的当时人口也不过是二十几万 死了十几万人 流球因为美军要打到日本本岛本州的时候 先要经过流球嘛 日本把为了要防卫本州 就把很多的军力就放在流球 所以流球是非常 这二战的时候很凄惨的一个地方 你到流球就有很多战场 所以流球人到今天还是很气 有相当体力的人 还是非常气愤的 就说这个日本人 其实不把他们当着自己的一份子 因为流球人毕竟不是日本人 不是真正的日本人 所以流球人到现在还是有很多 非常生气的 所以你到流球的和平公园就看 有很多纪念碑 就是人民 一个一个个人民刻在上面 很多一大片 包括台湾人 包括台湾人有不少台湾人的名字在上面 韩国人的名字 因为那个纪念碑很有意思 它不只是放日本人 流球人 还把美国人战死 他就联军战死 名字也刻在那上面 非常有意思 日本很快 特别是韩战 日本很快就被允许忘记 我想原爆也让原子弹炸到长崎跟广岛 也让日本人变成好像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这个是我有亲身体验的 有一次若干年前 明古屋有个私立学校 叫做南山大学 蛮有名的明古屋的大学 他办一个研讨会 请我去 叫做 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那个研讨会 那主要参加的是美国学者跟日本学者 亚洲学者呢 就是我一个人 再加上两个菲律宾人 那菲律宾人是 因为太太是 在日本的大学毕业的 所以她两夫妇被邀请 另一个亚洲 日本人之外的亚洲人就是我 也没有韩国人 也没有什么 那主要是 韩国人 这个日本人跟美国人的会议 谈共同的记忆 有一个场次最有趣的 我就跟菲律宾人坐在下面 这个 一个场次讨论的是 这个议题啊 然后五种人 跟我们 到前 就炸了我们 王道前 没有跟王道前 那美国人 根本也没有跟王道前 你炸了我们 谁跟我们 那是 你炸了我们 这个 人死了很多 二战 这个 这个 美国殖民 菲律宾的时候 死了几十万人 然后 二战的时候 日本人也杀了不少的 这个菲律宾人 是没有人道歉 那我 不要说台湾 或者 中国大陆 在东南亚 日本 在新加坡 死了好几万人 那时候人口很少啊 冰城也是 一百万人 英国 英国 大概 大概有十分之一 到五分之一的人口 冰城啊 我住在 我的老家在冰城那里面 这个 我的祖父就住在那里面 就辞了大概五分之一 到十分之一的人口 这么多 之类的 但也没有人 但是有趣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在指责 没有人跟我们道歉 之类的 所以 所以 很有意思 就是日本人就 因为 长崎广岛的元豹 他把这个角色 变幻 变成 原来是加害者 就变成一个受害者 有一次在欧美所 开研讨会 我召开的会 叫战争记忆 一个国际会议 也有几个日本学者来 特别是 那么 也有些美国学者来 还有一个美国学者 谈 谈南京大屠杀 还有一个台湾学者 谈慰安妇 就附近就有个慰安妇的 谈慰安妇 日本学者 就谈原报 都跟战争有关嘛 事后日本学者说 Professor Lee 我觉得很不舒服 他们谈 谈慰安妇 谈南京大屠杀 都是战争记忆 而且很多 也有人谈越战的 我讲的是很多是美国 参与的欧美所 参与的战争之类的 我说你谈原报 别人谈南京大屠杀 跟慰安妇 不是不都一样的 都是战争的一个悲惨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能习惯 你要习惯 国际会议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谈 就我们不是谈仇恨 或什么 学术问题 就学术谈学术嘛 这战争记忆 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怎么处理战争记忆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你要习惯 他还年轻 不年轻啦 四五十岁啦 四五十岁 他还不习惯 你说怎么办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从加害者变成 有这么一个转子 变成一个受害者之类的 那重要的问题在这里 该记住还是要该遗忘的问题 这是后来 《诗黑一雄》的小说 和处理的 晚近的小说 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早期是讲记忆 就是有些抗计记忆 有些时候怎么处理记忆 人在这个大时代中 怎么办 怎么自处 后来就开始讲到一个 更细腻的问题 问题还是存在的 记住过去有什么好处呢 重要的是 什么时候真的遗忘过去 然后往前走 我越思考这个问题 我越觉得个人与社群看待 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你个人的态度 跟整个community的态度 整个国家的态度 可能不太一样 问题是什么时候记住 或者什么时候忘记 会比较健康 问题非常复杂 我对一个国家如何记住 如何忘记都很感兴趣 你会发现这样的争执发生在博物馆如何收藏某部分历史 或者类似的事情上面 所以在中国原著名的文物 他就中间就提出了一些最类似的问题 展出些什么 或者不展出些什么 其实背后都有一些盘算 用我们的话 是有它的politics里面 有它的政治在里面 要让你知道什么 而且不让你知道什么 是有它的原因 所以什么东西要记住 什么东西要遗忘 什么时候该记住 什么时候不该记住 其实这里面的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是作家 或者做一个知识分子 可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提到说大山剑山狼 这是找他几年得到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 大山剑山狼 他离开日本 十二一兄离开日本 二十九年到三十年之后 第一次回到日本 第一次回到日本 就有一个安排一个座坛 一个座坛 他跟我讲那个座坛很有趣 但对他来讲是很紧张 就两边坐着一个长桌子 他坐一边 对面就是大山 这个大江剑山狼 大山剑山狼 现在已经八十几岁 前几年还来到文哲所 文哲所有一个研讨会 就专门讨论大江剑山狼的 非常精彩 这个老先生还来 坐在那边 非常令人感动 人家讨论他的作品 然后他一一回答 有时候一谈就是半个小时 八十几岁 非常令人感动 他是十黑就坐一边 他大江坐对面 他两边坐着几位老先生 你可以想象日本人那种严肃的样子 很紧张 他说大江就跟他说 你是属于一个 我是有家 我在日本 但我写的呢 就是给日本 某一个世代人看的 所以我的东西 虽然在国际上有名 可是不是很 international 不是那么国际化 你算是一个 好像无家可贵的作家 homeless writer 所以你在写的东西呢 反而有那个国际性 你的城市更广 你复权的 可能还要宽广的 你议题可能是一个 比较国际性的议题 所以战争的议题 记忆的议题 当然是比较庞大的一个议题 这是他的意思 还有几分钟 还可以讲 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QA了是吧 好 我跟他谈话 重点就在那上面 下面就是刚才 我月亮已经讲过的 他的小说 《长日将近》 后来拍成电影 拍成电影 非常精彩 这个都很容易 找得到 两个演员 Emma Thompson跟 Andan Hopkins 都是第一流的英国演员 别让我走 是讲一群克隆人 就是复制人 他有一点科幻小说的味道 可是他还是处理 这个 处理人的问题 记忆的问题 这一群人呢 被关起来 就是在像 英国的Balling School 一个技术学校这样子 在那边长大 然后他们身体必须要健康 就是这个复制人 因为他们长大后的 最重要的工作 又把器官 被移植 所以移植五次以后 他生命就结束 我猜想最后一次 可能是心脏吧 所以这很悲苦的 我上课用这个课本的时候 这个小说的时候 学生都吵 两边吵 一个时候 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有一些 有些学生说 他们是在那个技术学校 乖乖 要寻到 寻规道具的学校 他们不可能反抗 所以 很有意思的一本小说 这也拍成电影了 这个 很有名的一个女演员 瘦瘦的 Kira Knightley 我很喜欢的女演员 瘦瘦的一个 这是最后一本小说 最近一本小说 讲阿瑟王 他把故事 回到阿瑟王时代 就是因 布列颠人 跟萨克逊人 嗜仇 所以阿瑟王就想办法 要让他们 忘记仇恨 记忆嘛 忘记仇恨 就让一只 叫他的魔法师 施法 让一只母龙 呼吸 他呼出来的气息 就让大家都 吸到那个气息 就忘记仇恨 所以 布列颠人 跟萨克逊人 就暗居乐 也没有什么事 后来萨克逊国王 就有野心 就要把这条龙杀死 把龙杀死 那个气息就没有了 仇恨又回来了 所以他就处理 仇恨跟遗忘的 这个毅力 这是他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我把这一段读完 我们就结束了 好吧 如果因为有些问题 没有得到关注 使原本已经最严峻的形式 可能变得更糟 那么也许值得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否足够强大到 能重新回看过去 因为过去的事情离现在又远了些 所以能更加容易地回头去看 许多国家已经这么做了 他们对前几代发生过的事情表达道歉 官方的道歉 我并不是对日本做任何的建议 我只是在这里发表一个普通的看法 因为一个人如何对待过去 所以往往就决定 他如何对待现在 而现在就意味着未来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然后再一小段就好了 一个国家如何决定 是否应该忘记黑暗的过去 有时候一个国家为了向前迈进 为了团结在一起 为了阻止分裂 内战 或者派系重生 必须选择忘记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 你的国家因为不能忘记曾经发生的一切 结果不断地发生那一战暴力事件 反反复复 这个我们不难想象 因此有时候忘记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 假如没有处理好曾经发生过的恐怖跟不公 你们真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吗 所以在我看来 国家和曾经经历过的艰苦时刻的人 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什么时候忘记更好 什么时候你必须记得 所以从始至终 这样的主题都让我异常着迷 这是他最近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有中文本的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他处理的就是一个遗忘跟记住的问题 什么时候该记得 什么时候该遗忘 所以这是他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接受NHK记者 去年接受记者访问 还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他最新小说处理的一个议题 好 这个就不讲了 好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李老师的演讲 谢谢非常引人入胜 现在是我们的QA时间 我们欢迎各位伙伴 各位朋友一起发文 中研院有准备一份小礼物 会提供给大家 老师想要特别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在整个访问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呢 我们一直谈一直谈 他一开始就跟我说 他看了一些台湾的电影 特别是杨德昌的电影 看了一些电影 所以他有一点印象 如此而已 他对台湾的创作比 没有什么太多印象 他觉得 因为他是日本背景 所以常常被问到日本文学的问题 其实他说他并不太多 这是觉得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川川康城的小说翻成英文 要找他来写一个序 其实他不是川川康城的一个学者 或者作家之类的 也没有特别有趣的事 就是我们谈得很愉快 几乎没有 因为我后来看那个访谈稿 我经常打断他 想要知道更细的 有一些就是谈到我们共同认识的人 他的老师 是我的好朋友 他在肯特 这是一个英国人到日本教书 到西班牙教书 后来到日本教书 他就谈到这个老师 好久不见了 反而是问我说 这个老师的境况如何 诸如此类的 这是比较奇怪的一个遭遇 反而是从我身上 要了解他的老师的境况 谢谢老师 我们现场有朋友有问 麻烦您 谢谢 后面有一位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个 可能有点尴尬的问题 就是 你有没有跟他聊告 如果以他刚才那种立场 回归到我们台湾自己 他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 譬如我们这150年来 要怎么看自己 是遗忘还是记住 有聊到这一方面吗 我没有聊到这些 没有聊到这些 好 了解 这个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处理的问题 这不是太难的问题 你看你怎么用什么态度去处理 你要 我常讲 我常讲 这里也是长辈 我不好讲太多 我常讲 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 过什么叫做过日子 最简单过日子 过日子是要过未来 而不是过过去 对不对 过去有时候要回忆 要做一些检讨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过未来 future 才是我们的未来 什么叫做过日子 我们每天要过日子 我们每天要过日子 是往前走 怎么往前走 就自己想想看 有更好的台湾 我们已经很好 但是希望更好的台湾 这是一个老学者的一个盼望 谢谢老师 这边红衣服的这位先生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边红衣服的这位先生 他说说他前面要来台湾的时候 他的印象就是他很怕 说台湾两个人 所以他没有想到说 他跟我们的相比 过程中就发现了一种 就是我们特别的心意识 对其他的外国人 还要听这一种意义 然后我就想 也在那边聊天 就是说 那那个 你早就去访问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在那边去访问的时候 那 所以 那就是 所以 他来说 就是说在访问过程中 他来说 访问说 你们去台湾 那他有什么 就是说 日本法人 或者是 第二个 好像 好像有这么一个印象的 我说 台湾跟日本之间蛮好的 过去殖民的历史战争的历史 是一回事情嘛 这个 这个 新的一代 应该有新的一代的做法嘛 不需要这个样子 就像英国殖民 新加坡马来西亚 但是 就像英国殖民 但是还是可以建立 正常的好的关系 过去的记忆当然要记住 不要重复过去的记忆 历史的 重要性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 有些不需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可能 为什么叫做记住教训 历史的教训 那很多時候我們還是要往前走 還是可以做朋友 這沒有什麼關係 即使在中國大陸以為反日 還有很多人跟日本人 我的朋友裡面跟日本學者之間 我們談話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有很多很好的日本朋友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日本人對日本政府的批評 要比很多我們批評的還厲害的很多 我還有一個朋友比我大幾歲 我說你帶我去看靖國神社吧 他不去 他不去 我到東京大 到離靖國神社不遠的一個中央大學去演講 他陪我去 我說帶我去看靖國神社 他不去 後來他還是帶我去的 帶我去看了 我說我幫你拍一張照 跟靖國神社做背景 他逃掉了 他說不行不能夠跟靖國神社拍照 也有這種人 也有這種日本人 他經過二戰的 他沒有經過二戰 他大我三四歲這樣子 也就是二戰末期出生之類的 有很多是這樣的人 反對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的 多的是這種人 所以每個社會有各種複雜的人 那我覺得人與人之間又要有善意 國與國之間也應該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人世間走一趟也不過幾十年嘛 就為什麼不好好過日子 何必這個樣子 所以既取過去的不愉快的事情 並不表示現在要過得不愉快 還是可以往前走過得好一點 以比較健康的態度來面對歷史 不斷的帶著仇恨 這樣沒完沒了 這樣我覺得沒需要 但是對方也要有一點誠意啦 你去看日子 看德國就不一樣 你看在柏林的市中心 一大片土地大概 我不知道大家去過大安公園 可能比這個建築 整個建築還大 一大片土地 蓋著很多紀念碑 紀念碑就好像一個桌子 一個桌子這樣 大大小小的 就是紀念這個猶太人 歐洲猶太人大屠殺 這個紀念碑 然後地下呢 哇 地下就變成一個博物館 這柏林啊 柏林 德國人 蓋著那個大紀念碑 到柏林去看看那個 那個大氣婆 這個就很容易和解了嘛 這個就和解了嘛 就回頭看的時候 就知道這一段歷史是怎麼回事情 就不會帶著 這個很醜恨去看著 我想要用比較健康的態度去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老師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院長 謝謝李老師 我知道李老師您是專門研究移民作家 就是移民到另外一個社會 您也跟石黑英雄做了兩個多小時的訪談 您覺得他自身是比較覺得是英國人還是日本人 他們怎麼看一個移民在一個新的社會的角度 他其實怎麼樣的態度來看這個新的社會 跟他舊的出生的背景 其實他認為自己是 每個英國人都不會認為自己是日本人 他只不過是ethnically speaking 這個族裔是日本的後裔 但他是彩彩彩彩彩的英國人 他只不過是大多數 他必須的行為 就是大多數 所以他一直都不困擾认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 只是长相是个亚洲人、日本人的长相 何况他刚才我一开始报告的时候 就说他成长的背景其实是跟英国的那些小孩子一样的 这个中产阶线一样的 跟某一些移民是巴基斯坦、印度伊的那种比较不太一样 他们是真的是在自己的Diaspora 自己的一个社群里面一个community长大 所以那种认同自己的社群有时候会比较强烈一点 所以英国是有这么一些作家是这样的 好 谢谢大家今天有岳发言 让我们谢谢李老师 谢谢